11打1了 有點對上了 來 2分50秒結束第一節 夢想家有著7分領先 Yankovic 同樣的方式 郭宇的動作 所以這讓夢想家的教練團有點不太開心 冠軍之後還被抓了犯規 對 你看他一個換手玉球 直接切入爆扣 釣單槓之後被抓的技術犯規 對 一般你釣籃框可能就是 有球員在下面你怕會跌倒 然後可能稍微就是保護一下自己 嗯 但如果釣得太久的話 就是會有一點點是不是在 有點點叫囂的意味 那現在裁判反正對這個會比較稍微敏感一點 對 因為後來他還用右手去拍打一下籃板 對 所以可能後面那個動作 讓Yankovic吞下了技術犯規 是 今年對所有球員來說 尤其是洋將 這種所謂的特殊犯規要控制掉 因為滿六次就要進再一場 對 對